午餐白白种 你想学哪一种呢 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 国际时事 人文科普 生活新知 给您不一样的观点 不一样的选择 非碟午餐 银奶精掌煮 哈喽 欢迎来到非碟午餐 我是银奶精 谢谢朋友呢 在YouTube上面呢 收看直播 同时也邀请您 在这个脸书 非碟午餐 银奶精时间呢 为我们点赞啊 好 呃 今天是12月11号 也就是说 我们再过一个月 一个月哈 就要选举了啊 现在大家大概 应该就是还蛮焦虑的啊 呃 我 我觉得我可能有 我不知道是 是因为碰到我的人 比较愿意表态 还是怎么样啊 我常常碰到这个 不管是司机朋友啊 或者是这个路人啊 买东西的时候 或什么 看到我都会跟我说 这个韩国瑜要赢啊 你要支持韩国瑜啊 这韩国瑜不赢啊 这个台湾就完蛋了啊 我今天这个 坐线车来的时候 又有这个司机说 韩国瑜要赢啊 我就说 嗯 那你觉得韩国瑜会赢吗 会赢 他们觉得韩国瑜一定会赢啊 觉得这个 因为大家呢 受购这个民进党啊 从这个受购民进党 这个角度来讲啊 倒是倒是对的啊 我们看到这个 昨天呢 这个马英九 马英九这个总统呢 亲自到这个去参加 有关于这个反渗透法的 公听会啊 马英九真的 真的很不错啊 他的逻辑思辨 非常的这个清晰啊 然后也愿意呢 以这个前总统之尊呢 到立法院呢 去参加这个公听会 来去 呃 执询啊 等于是询问 委会或者法务部的官员 因为这个法的制定呢 是非常的 重大的一件事情啊 他的这个渗透来源的 界定不清楚 呃 就是使得呢 这所有的人呢 跟 这是很容易啊 你不管是台商啦 台生啦 去那边的团体啊 或者是说 跟大陆方面呢 呃 有 有交往的 的各各种的团体 或个人呢 都会 有会胆战心惊啦 你就觉得你好像 很容易呢 就被这个法呢 给给逮住了啊 你可能从事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你不知道你 你你不知道 你做的事情 竟然已经违反了 这个呃 反渗透法 然后如果说 他伤害到 执政者的这个权益的话呢 你可能就被 你可能就会被 警察官员叫去问话 然后就被起诉啊 呃 这是一个非常绿色恐怖的一个气氛啊 呃 民进党呢 就因为在立法院呢 他独大啊 所以呢 他爱过什么法呢 救过什么法啊 反渗透法呢 禁服尔毒 然后中间呢 立法院呢 再过几天 他们就要停会啊 就是让立委去选举 之后呢 在年底的时候呢 他们就硬是要这个反渗透法呢 这个三三毒这个过关 我们已经有国安无法了 国安无法已经非常的足以阴影了 但是他就是要立一个 呃 这么模模糊糊这个来源呢 以为当权者所用 这样子的呃 民进党的行政立法 这个一把抓啊 呃 民进党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伤害啊 在在伤害 严重的伤害 我们的这个民主啊 呃 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渗透来源的定义不清 那我我今天如果说 我是呃 学术团体 或者是说呃 中亲啊 相亲团体 或者是只是呃 一般性质的这个往来的话 我会不会因为呃 有对方的这个赞助啊 或者是其实没有赞助 没有金钱上面的这个往来 而只是呃 联名啦 或者是基于各种各样的这种理由啊 你帮他在台湾呢 推动一些事情的时候呢 你就变成是 你就变成是接受渗透来源的指示 然后来从事等等等等等等的行为 我说他的 他的这个行为的这个界定啊 的来源这个界定呢 不不明确 然后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为呢 也不明确 那你就变成是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只要妨害到这个执政党的 这个执政的利益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有要面对这个严重的 这个刑罚官司的刑罚啊 这个刑罚官司的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严重的啊 今天联合报的这篇社论呢 在因为民进党在这个纪念啊 美丽岛事件这个40周年 然后联合报的社论呢 就在批判这个民进党 现在的这个所作所为 其实是在伤害而且践踏啊 倒退了呃美丽岛事件当时 所带给台湾的这个民主价值啊 我们从最近发生的 这个一连串的事件 呃不管是王立强这个假共谍案啊 然后呃杨慧如被接被揭露的民进党的杨网军啊 自意的在这个网路上面呢 去呃对于他的这个阵敌要对手了 进行舆论上面的砍杀啊 然后在大阪的这个事件之中呢 呃间接的造成了 我们大百班处处长 这苏启成的死亡 就民进党他手上所操控的 一切的这些的工具 都在破坏他们在野时期 所强调的这个言论自由啊 民主自由的这个价值 而且用这个国家机器的手呢 去介入去操作 去伤害别人的这个权益 只为了巩固自己的 只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的利益 而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执政党 在美丽岛事件四周年的时候 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惭愧之心啊 只想到如何的再去消费 呃美丽岛事件 当时对于民进党所带来的 这个巨大的啊 呃政治上面的资产和这个利益 然后呃这个奢言啊 就是非常的大言不惭的 谈到要延续 美丽岛事件的这个果实 民进党凭什么啊 民进党凭什么啊 在这个呃美丽岛大审 在当时的时候呢 美丽岛事件 其实美丽岛大审 那个时候参与运动者 以及担任辩护律师的这群人 当然是非常的令人佩服的啊 可是经过了这么多年下来 呃当时的这些呃 辩护律师律师群 陈一扁是中华民国的有贪污犯啊 那个总统前总统贪污犯 现在呃保外就医 依然在呃想要这个翻云覆雨啊 还要在这个影响这个政治 对于他曾经呃违 呃违这个宪法上面的承诺啊 违背对于违背全民的这个付托 这个海角七亿 贪了那么大的这个钱的 这个贪污犯 还一天到晚呢 这个指点江山说三道四啊 丝毫的没有这个羞愧之心 然后这个呃 行政院长苏贞昌 他当时也是美丽岛这个辩护律师 他现在所作所为呢 呃一切这运用所有的这个行政资源 要为的呢 就是帮蔡英文 为的就是巩固他的这个政 为的就是巩固民党的这个执政权 然后谢长廷 我们的这个驻日代表 他也是美丽岛辩护律师 他在这个大阪的这个事件上 所表现出来的推诿啊 然后谢泽 然后呢呃联合他的 联合他的呃 呃唤养的这群这个网军 在这个网络上面呢 像疯狗一样的这样子咬人啊 去制造这个呃 非常恶毒的这个舆论啊 造成我们外交呃 呃官员的这个呃 呃亲身 他到目前为止 依然没有对这件事情呢 拿出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 这就是这就是当年曾经一度如此的具有勇气 呃站在这个第一线 为美丽岛的这个呃事件的抗议人士呢 受刑人来辩护这群律师 他们在拿到权力了之后呢 权力呢腐蚀了他们的这个理想 权力呢去侵蚀了他们对于所有的过去的支持啊 对于民主自由言论自由的这个支持 现在呢所有的一切呢都换化都换化成为是有价的啊 只要做这件事情对于我的延续我的权力 巩固的权力有用 所以再怎么样的 道德的败坏再怎么样的违背他们的信仰原则呢 他们都在所不惜啊 呃当时所强调的这个言论自由 现在呢用假消息啊 用这个网军制造这种假的这个舆论啊 制造这种过激的不负责任的这个舆论 然后制造这种恐怖的氛围反渗透法 来去钳制台湾台湾的民众所可享有的呃民主和这个自由 这是一步步走来 这不是不是只有民进党的人的功劳啊 啊就民进党呢现在呢 大言不惭的啊 去行使他们的这样的权力 这是把台湾的破坏台湾的民主体制 而且把我们带到了一人一党的这个独裁体制这样走 这样子的一个民进党 真的是不能够再让他在国会过半 一党独大行政立法两手一把抓的这样的情境 情况真的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啊 好这个是在呃台湾的这个部分啊 新闻在国际间呢呃 今天有几个这个讯息还蛮有意思的啊 呃一个呢就是美国的国家呃贸易委员会的这个呃 主主主主委啊主席啊 这个纳瓦罗呢 他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呃就有提到说 很快了啊这个川普呢就会针对有关于关税和美中贸易的问题呢 做出最后的决定因为时间上也不太能再拖了啊 今天已经是11号了 虽然有这个我们跟美国之间有点时差啊 但是呢就距离这个呃15号就是呢 中美到底能不能够谈成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然后呢美国呢不对这个中国呢加征新一波关税的这个期限呢 也是进入这个倒数阶段啊 所以嗯到目前为止透露出来的讯息似乎是朝向是一个呃双方能够达成协议的一个比较的乐观的方向走啊 很快的啊就会有决定另外呢就是呃美国联准会呢从今天起呢呃召开两天的这个决策会议 不过一般的预料在利率的政策上面呢应该不会有不会有更动啊 然后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新闻呢就是94岁高龄的马来西亚的总理呢 马哈蒂呢他他说啊他会在明年的时候把他的这个权利呢 总理的这个权利呢交给那个安华啊在这个亚太经合会结束之后啊 这两个人呢也是这个政政坛上面呢这个纠缠啊这个纠缠非常的戏剧性的呃一对哈 这个政治上面的这个嗯爱恨仇人哈 呃原本呢这个马哈蒂呢他是在他上一次在担任这个总理的时候呢 他是要把政权呢交给安华的但是两个人呢政见上面不合 结果呢安华呢就非常的凄惨就说他是就被打成说他是基奸啊因此还这个坐牢啊 然后这次呢他们为了要拉下拉下这个前任的这个总理纳吉布啊 两个人呢又站在一起了而且呢之前呢也做成了一个大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呃交易啊 就是嗯马哈蒂上台之后呢马哈蒂应得了胜选上台之后呢 他只会担任短短暂的时间然后就交给这个安华啊 那呃他做出了这样子的这个承诺的同时 这很奇怪啊他们的政治斗争呢真的是非常的血腥 呃最近呢呃马哈蒂呢不是马蒂这个安华呢 他又面对了新一轮的啊有关于呃这个什么基奸啊 这方面的这个指控啊呃所以现在就要看 就这几乎是变成是呃安华跟这个马哈蒂之间呢 彼此在这个权力尽夺的过程之中一个在一个很很干扰这个安华呃去取得这个呃执政取得这个总理位子的一个因素了啊 这几乎就是一个博弈上面的一个筹码 所以到底啊这个马哈蒂呢会不会如期的啊在2020的亚亥金和会的峰会啊 结束之后把政治权利移交给这个安华呃对于东协国家来讲啊对于马来西亚的政情来讲 当然是至关重大的一件事情咯这个也还蛮有意思的哦 94岁的安华要把权利呢交给今年今年是72岁啊72岁的92岁的哎94岁的马哈蒂要把政权的交给今年72岁 明年73岁的这个安华哇我们政治上面现在是这个老人当道啊啊 稳不咒的 明年是南额的 科学长的马哈蒂另一边 真离三岁的字幕 本来之前有鞋 讲究这大学的声音 Kü散之后